現在我會議問題是關於謊言如何開始 首先我解釋 聖經的確有說謊言 聖經在《四蘭傳》第二章說的謊言是另一個國家的說話 但在《哥倫多禪書》第十四章說到是說神的奧秘 是需要翻譯的 所以是不同的 而在《四蘭傳》第二章說到是做就自己的 而在《四蘭傳》第二章說是做就別人的 讓那些人聽到得到幫助的 所以這是兩種謊言 我知道有些人說謊言會叫人嘗試 我自己是非常反對的 因為我覺得聖年臨載 聖年做的工作 通常我們不要去模仿 因為有很多人都問過我 她說我去那個地方教我 你嘗試說吧 我都不知道是說謊言還是我不是說謊言 我說其實這個教導方式是不好的 因為令到別人混亂 我自己和我第一個太太 已經認識奴階住的 都是自然地開始謊言的 但是謊言通常是在聖靈充滿的狀況 在你很投入愛慕神 譬如可以開聲地讚美主 哈利路亞 感谢耶穌 愛神 一路投入主 亦都可以不開聲的 那種心靈去愛慕神 那種心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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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已經有某種現象 有一次有一個印尼聯牧師 在香港領聚會 他結束了聚會,他下台 我一個教友站在那裏 他向著他,我背向他 那個牧師叫我的教友廣方言 因為我的教友是有廣方言的因子 他不知為何知道有廣方言的因子 他一說廣方言,我的口就震了 我的口就震了 完全不是因為回應他的說話 是因為聖靈造工的 我開始是這樣的 我第一個太太,她反對聖靈充滿 她覺得不好 第二,她反對後來看到那些果效 她反對大笑,跌在地下,大哭,說謊言 她說不知是真還是假 但她全部都經歷了 所以她的見證更加強烈 就是因為她反對而經歷 那次講謊言是怎樣開始呢 我們在教會裡面一起祈禱 祈禱一段時間 都不是用謊言的 然後她累了,她坐下 她坐下沒多久呢 她忽然間自己開始講謊言 現在很大聲,她又很反對那些人很大聲 她說你自己做就做吧 你不要做給別人看 她自己的大大聲,全部都聽到 很明顯是神做工的 她起落後有一次有個牧師 一碰他的額頭 她就大笑,全大禮堂都聽到她的大笑 下面有一次祈禱 她看到一些光 她很感動 她就說全世界都進來了 她在哭,一直感動 她自己的經歷都有了 跌在地上,什麼都有了 她就知道這是聖靈的工作 所以我自己就說 其實你首先用我的祈禱方式 就是耶穌在愛我 那些不用想的 啊,耶穌在愛我真的好 感激耶穌,感激天父 多謝天父,耶神啊,你真好 就是這些,哈利路亞 一直這樣,唱靈歌啊 唱靈歌就是用任何你的音調 你自己作也可以 你跟現有的詩歌也可以 Hallelujah 耶穌,耶穌好 唱什麼都可以 主要靈的自由 其實它的意思和方言都類似 不是一定說方言 但是有一個神讓你說方言 但是我來說 對於運作呢 我是小心的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都不明白你做什麼 講方言 你說他一直說方言 對於他來說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有些人說 我講方言力量大一點 但是那個人的思想 在老闆想你做什麼 你現在說什麼呢 其實沒有什麼益處的 所以有些情況 如果我一個人 memb於事件 如果一個人真的是講 Перvel spill 並不給他聽見 是ok的 你說的 你知道高質的工作 但如果我力度大力 除非那個人是好接受 當時廣方言好的 那就 generally做了 譬如我做廣邪靈,有些人說廣方言廣邪靈好很多 我又不覺得是這麼大分別 我覺得帶領他享受神、笑蟹、邪靈吹出來 我都覺得很有效,所以我沒有用廣方言的方法 廣方言是我為我自己,聖經的經文說做就自己 所以我就是做就自己,我不是這樣做 來運作幫助人,除非一班人都在接受幫助一起去 這樣方言是可以的,我不是反對方言 在運作上,我經常都會留意到那些人的感覺 就是我這樣做的事是令到他在想起其他事情 因為他可能在那裡疑惑,我們就失去了我們的作用 我們的作用